总统主 十三弟怎么样了 哦 付完药就睡着了 也许太累了吧 我去看看 对了 七哥 你们怎么突然出现了 哦 我们哥几个啊 知道回部的经书被抢了 都说蜻蜓太卑鄙 都是朋友 哪有不出手相助的道理嘛 可不是吗 哎 总统主 你扔下哥们独自来助回人 实在不把我们当兄弟啊 是 我不好 不要以为这是你的私事哦 回人的兄弟是我们的兄弟 回人的姐妹 自然也是我们的姐妹啊 哎 我进去可看十三弟啊 对 好 我先进去 我们去请啊 好 好 好 各位兄弟 这次我们得以夺回胜书 实在有赖各位兄弟 请受老夫一拜 哎哎 木狼英雄 如此大力 我们可承受不起啊 陈公子 没想到这么快 又见面了 霍大哥 你还好吗 好 这也是 我给你介绍 他就是陈当家的 陈公子 哦 原来是陈公子啊 木老英雄啊 啊 你上次救了我的女儿 老夫还没来得及答谢他 举手之劳 木老英雄客气了 陈公子 以后用得着我们的地方 您只管吩咐一声 我们回族的啊 各个部族的兄弟 就是上刀山下火海 也在所不辞啊 哼 霍大哥 言重了 四海之内接兄弟 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吧 好说 对了 蒋大哥的伤怎么样了 轻伤而已 服了药之后正休息了 那我就放心了 正要多谢你啊 谢谢你和你的兄弟 到这里相助了 总舵主 总舵主 十三弟 他吐血了 七弟 十三弟的伤 中毒是不是很严重啊 这种毒很厉害 只能暂时封住他的穴道 制止毒液运走全身 岂有此理 这关东双母竟然在兵器上 沾了毒液 这简直是禽兽行为嘛 师弟 解药找到没有 我找变了双母身上的每个地方 还是没找到解药 这两个家伙实在可恶 死了害后害人 这种剧毒来自关外 一时间我也想不到办法 能解十三弟身上的毒啊 七哥 大不了英雄断闭 把这条膀子砍下来算了 不 十三哥 你先别急 我们再想想办法 可否让我看一看 这毒似曾相识 当年我族一位兄弟 也中过类似的毒 后来用祖宗祖传秘方 给治好了 假如各位不介意的话 让我来试一试 那就有劳穆老前辈了 会有点热 有点疼呢 怎么样 有没有好点 总多主 怎么样 十三弟的热退了 伤口也开始消肿 看来这药真的有效 多谢穆老前辈 救了我们十三当家 陈总多主严重了 是我们连累了贵贵当家受的伤 如果他们有什么不测的话 我穆卓伦实在难辞其咎啊 是啊 这次我们能够夺回经书 全靠各位英雄啊 你们的大恩大德 我们族人永世不忘 那我们就算扯平了 别再磕磕磕磕的 就像那些官侯们见了面 总是打工作医的 让人看了怪不自在的 那好 今天晚上各位就别客气了 跟我们好好清住一番 好好的喝他几杯 明天再赶路 不迟啊 好 今天晚上我们就喝个痛快 难得总多主开口让我们喝酒 今天晚上喝他个痛痛快快 不醉不归 对 不醉不归 哈哈哈 硬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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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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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佟公主 在座的英雄好汉 我代表全族上上下下 再敬大家一杯 乾 好 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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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老易 霍大哥霍豆仁 我敬你 代表紅花會對回族朋友的敬你 来 換你 清董姐姐 新葉呢 敬你一杯 好啊 代表你喝少爺的友谊 小鬼 誰讓你喝酒 看你這副醜態 可把我们红花会兄弟的脸 都丢尽了 我跳舞去了啊 好 大家都去跳舞去吧 走 跳舞 走 走 走 大家都很高兴啊 这些日子以来 爹为了圣书的事 寝室难安 现在总算可以放下 心头大石了 是啊 穆老前辈为了族人的事情 鞠躬尽瘁 这份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对了 你怎么忽然出现的 我是特意来找你的 找我的 你的伤好一点了吗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 听说你为了追圣书 一路追到中原 所以我想能帮上什么 就一路追来了 路上还碰到你们回名的勇士 多谢关心 看到你没事 我就放心了 你习惯吗 你做总舵主习惯吗 为了一抹长风万里空 家洛就有尽力而为了 其实我们两个 本应同在天山把酒言欢的 但今天竟会在此地相逢 这里跟天山实在是相距太远了 那我们只有寄来之则安之了 你说对吧 我听欣燕讲了 你来中原是要办大事的 如果不嫌弃的话 青铜愿意投桃报李 跟随贵会上路 说不定有用得着青铜的地方吧 霍姑娘好意 家洛心灵了 你不用客气的 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霍姑娘 你叫我青铜啊 青铜 其实 家洛很想跟你一起上路 但是这次贵族都会圣武 青铜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看你还是留在族中 以防万一吧 你讲得很有道理 陈公子拐人思虑周全 既然这样 你也别叫我陈公子了 就叫我家洛吧 家洛 少爷 二爷和穆老前辈 有事要跟你商量 让你过去 我稍微就来 我 霍姑娘 青铜 少后姐 少爷 你怎么不叫她青铜妹妹啊 少后姐 少后姐 就叫我家洞 原来你躲在这儿啊 不会是同我吧 干吗要躲你啊 那 你还生我气吗 是 犯不着生你气 既然这样 咱们和解 你说呢 其实啊 我三番四次阻挠你 也是有我的原因的 什么原因呢 是为了我爹 如果金叔在他手上失掉 他免不了会掉乌纱 甚至可能会掉脑袋 原来你是个孝顺女儿 这叫做真人不露笑 你笑了 那表示你肯原谅我了 我没讲过啊 笑了就是了 有本事你别笑啊 不许赖账 既然大家又做回朋友了 我答应你 以后你霍青童有任何苦恼 我理言只赴汤蹈火 以后替你搞定 你呀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江湖玩你 肝胆相照 说一是一 不信购小指 一言为定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 告诉你什么 你的烦恼啊 我没烦恼啊 那个陈总播主 不是一个大烦恼吗 你说什么啊 我看你们两个 倒是满谈的来的 一个郎才一个女貌 倒也十分合称啊 你不要乱说啊 我和他不过是普通朋友来着 普通朋友 你的一张红脸出卖你了 你好可恶啊 不如这样 我替你去打探一下 看他是否对你真心 哎 你别胡闹了 你再胡闹 我不理你了 哼 为了一个陈家罗 又跟我翻脸啊 可见他在你心目中的位置 不一般哦 原指明白就是了 总之啊 一切尽在不言中 哎呀 你好可恶啊 哎哟 很痛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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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